住宅区的巷弄里出现俄军坦克的身影 突然间火球冒出 坦克被打成废铁 这是乌克兰及右派民兵组织亚素银的杰作 亚素银的副指挥官呼吁你我一起力挺乌克兰 因为俄罗斯部队重新集结 上头骑着大大Z字的俄罗斯装甲部队 正朝着乌克兰南部港城马里乌坡尔前进 即使俄军早在3月1号就开始包围马里乌坡尔 几波攻击后马里乌坡尔市区早被打得千疮百孔 看看马里乌坡尔失衡遍遍野的景象 或许泽伦斯基说的并不夸张 这里原本拥有50万人口 如今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 只是乌克兰被摧毁的城市可不止这里而已 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持续遭受俄军炮击 当地官员说已经有将近两千栋楼会在战火中 就连CNN记者连线都能听到破极炮传来的爆炸声 而且哈尔科夫的社区里还得担心天上掉下的礼物 这是PTM-1地雷 里头装有一体炸药 还能透过电视装置时间插引爆 当地民众说 俄军趁着半夜空头上百个PTM-1地雷到社区里 从地面到屋顶 当地排队小组只能一个个引爆 根据乌克兰情资 离开基辅整边的俄罗斯部队 又开始出现在哈尔科夫周边 不管俄军未来要往哪里走 乌克兰人只期盼赶快还他们自由 TV新闻 纵后不懂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